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于哪一派啊 你跟人不说暗话 我站在何司令一边 算是一个撤手贵阳派 刘军长 孝顺何来 我向谷主任还有你何司令 贵阳保卫战尚未打响 你们就要撤手贵阳 请问 你们这样做 何以上队我们的蒋校长 下队贵阳的父老乡去 我和谷主任决定撤手贵阳 也正是为了保护贵阳城里的 几十万黎民百姓的生命安全 说得好听 好一个为了保护贵阳城内 几十万黎民百姓的生命安全 我和谷主任 陈队将军 您是我黄埔军校的学长 又是贵阳绥靖公署的副主任 您也应该表明一下态度吧 说来惭愧得很哪 我是辽审会战的败军之将 只有惨痛的教训 没有应变的经验 教训也可以谈嘛 刘军长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 是谁的部队 在攻打我们的贵呀 听说了 是被捶得神乎其神的 刘邓大军 刘军长 陈塑大军 刘邓大军 打败了我们蒋总裁亲自指挥的徐邦会战 这可不是神锤的吧 接着 刘邓大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迅速攻占了宁护航 这也不是神锤的吧 再说了 我们恶守东大门的四十九军 刘邓大军仅仅用了八天 就拿下了镇兴官 这也是事实吧 请问 刘军长指挥的第八十九军 能够抵挡得住 刘邓大军的几十万人马吗 陈铁副主任说得在理 我指挥多年的四十九军 也未能平显恶守住 入前的东大门 陈副主任 你接着说 方才 刘军长说道 是为了保护贵阳城里的 几十万黎民百姓的生命安全 我立即就想到了 亲自参加指挥过的辽省会战 困守长春 饿死十多万市民的悲剧 不去讲他 就说锦州沈阳吧 惨死的无辜百姓 那也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 刘军长执意要坚守贵阳 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可想而知啊 刘军长执意要坚守贵阳 不得了 刘军长执意要坚守贵阳 刘军长执意要坚守贵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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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齐江线上 掩护宋西连锁部撤退 等各位啊 我们必须一刀子插进贵阳 然后再隔断宋西连四个建制不全的军 让敌撤往前夕的这两个军该怎么解决呢 等各位啊 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下 以政治方式解决是有可能的 我赞成 陈处长 你立即电告我内线同志 抓紧工作 争取 驻守贵州的两个军起义 是 是 李大同志 立即电告杨勇 苏振华同志 请陈又欣转告陈铁将军 除去请他的堂弟陈德明 紧紧抓住二七五师以外 还要充分利用他的特殊地位 多做工作 是 同时 还要请我们团义上的干部 利用各种关系 给敌人写信 喊话 说明党的政策 争取不在战场上 解决贵州全省的问题 哥 你今天到底要跟我谈什么呀 走吧 咱们边走边说 好 古正伦和少州 自知不是刘邓大军的对手 做出了 退守前夕的决定 哥 古和二人退守前夕的目的是什么呢 据我对何少州的了解 他令第十九兵团退守前夕 只是对重庆有个交代 说到古正伦呢 他更是老奸巨华 他早已经把家眷和金银细软全都运往昆明 他们难道就不考虑后果吗 这你是知道的 何少州的叔叔是何殷亲 古正伦呢有两个弟弟 是蒋某人信得过的中央大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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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长的工作 他会听我的吗 至少你可以跟他说 国民党政权已经大势已去 第十九兵团也阻挡不了解放军进入贵州 更不要害怕共产党 不给他王军长出路 行 等我回去以后立即和解放军联系 如果联系上我就立即起义 如果没联系上 我就把部队开会遵义再起义 很好 我的老友陈有心先生 很快就随解放军进入贵州 他对你的情况是了解的 哥 你打算去什么地方 我估计在遵义解放之前 局势会有短时间的混乱 我准备回到遵义 团息西平乡待机 我看你还是随我的部队行动安全 不行 在这期间 我不仅要和中共 在贵阳的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而且还要利用 古正伦和刘伯龙之间的矛盾 做分化工作 你还不知道吧 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 与手下的张涛市长 向荣桓市长 矛盾很大 这个我清楚 张涛 向荣桓是和殷清艺术栽培的师长 刘伯龙则是蒋介石的亲戚 属于官邸戴 再加之 留为人骄横 凶暴 野心大 这就越发加剧了和他的上司 和少周 以及两个师长的矛盾 向荣桓出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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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前有几件大事 我要告诉你们 第一 我们贵州省绥靖公署谷正伦主任 他的胃病 气管炎的老毛病又犯了 现在病得是卧床不起啊 第二 据知情人士向我报告 我十九兵团和少州司令 很快就要去重庆了 你们晓得是啥意思 他们要远走高飞了 对不对 对 对 时下是谁在坚定地执行蒋总裁的命令 是谁在与贵州的父老乡亲同生共死 是我八十九军 对不对 对 因此 我们八十九军的将士 要义无反顾地与共军血战到底 是谁在乎吗 那我都给你讲 这个军事 事主任 主任 我与张师长共进共退 什么 共进共退 君主 我是指在战场上与共军作战的时候 与张师长共进共退 很好 坐下 现在我宣布命令 在退守贵阳之后 凡有投降共军之人 不管他官位多高 力刹不射 是 就要听到共军的枪炮声了 你们要立即按照我的指示 把部队撤到指定位置上 是 散会 真是目中无人哪 像我说呀 他也早为自己准备好退路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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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司令 卢涛来当维持会长 知道 另外 军中同仁请我向军作谏言 张涛市长 是何少周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 也是古正伦主任的心腹哀将 他们 恐怕和军作有二心哪 其实是有二心哪 接着说 他们还让我转告军作 张涛市长手下有两员干将 一个是他的嫡系下属王团长 一个是他的亲戚 驻贵阳办事处的主任龚建齐 勿请军作留心哪 我听说 这个叫龚建齐的这个胡奶 刚来到贵阳不久 出任张涛市长 驻贵阳办事处主任的 对 我怀疑他和共军有联系 可又抓不到有利的证据 这才是最危险的 军总 您打算怎么办呢 这样 不准处理 我认为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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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是什么 我认为贵阳 李套 这儿 哪儿 我认为贵阳 你认为贵阳 公主人 刘邓大军就要解放贵阳了 全市人民届时将青城出动 热烈欢迎解放军 接管贵阳市 解放贵州省 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 希望你抓紧时间 积极策动张涛市长率部起义 为百姓免除涂炭之劫 赵阳市长率部起义 小兴 公主人 来 师座团队 来 欢迎 先暖和一下身子 然后再吃热乎乎的羊肉米粉 好好 请坐 师座请 天是太凉了 今天下午我们八十九军最后的晚餐吃得怎么样 还是请王顿长说 准确的说我们八十九军最后的晚餐还没准备好 今天师座和我还有你公主任 应该商量一下我们三二八十到底该吃什么样的晚餐 好 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 至于同同意吃这样的晚餐 还是由你们二位决定吧 好 同快 俗话说得好啊 食食物者为俊杰 现在蒋总裁大事已去 副作医 张志忠 陈明云等相继齐 毛泽东不仅给了他们很高的礼遇 而且还在新一届政府中啊 给他们安排了很高的位置 我在湖南的时候啊 就和他们有联系 新一届政府业政府游戏 王团长 不要有什么顾虑 说吧 公主任所说的这条道我已经抢过很多次了 可行得通吗 难哪 我们是尚有一个残暴试杀的 军佐刘伯龙 左右两边和后方都是友军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下边的将士 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起义 这个我们心里还没有底 弄不好就是自己人先打起来 那我们就从长计议 前启啊 我们吃完晚饭以后 就要回青龙了 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决定留下来和他们联系 公主人 我很欣赏你的做法 不过 刘伯龙现在在贵阳 你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你看 我便衣都换上了 只要刘伯龙在贵阳 我就不上街 对 我这里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好的 好 我知道 我马上向长官报告 好 张老官 贵州绥靖公署 古正伦主任 第十九兵团何少州司令 发来电报 不看了 不看了 他们撤离贵阳前不做请示 事后又拿一纸电文前来搪塞 这叫我怎么向总裁交差 谷主任何司令再三殿臣 进攻贵州的贡军是刘邓大军 敌强我弱 实处无奈 他们何以证明是刘邓大军进攻的贵州省 他们没有指证说明 这又让我如何说服在台湾的蒋总裁 为什么呢 蒋总裁坚定地认为 所谓刘邓大军早已开往陕南 正准备沿着邓爱入属之路 进攻四川 那他又何以解释 宋西连所部也一击击会呢 他说我们是闻风丧胆的惊弓之鸟 这你懂了吧 可他为什么不想一想 各地战场上都出现了八宫山上草木皆兵的情形呢 蒋总裁说得很清楚 这都是军心涣散的缘故 毛艇长 总裁何时飞来山城 我请他登山一呼 把涣散的军心重新凝聚起来 张掌管 我怎么会知道总裁的行踪呢 那么您来此何干呢 总裁要询问宋西连所部的情况 刘总裁长到你向他汇报 是 据宋西连最新报告 在共军两亿余回截击和追击之下 宋部两个兵团介入混乱 十共军右集团占领宣恩并承盛南下 在咸丰附近地区 截入宋浦国军第79军 第98 第199师 第15军 第166师 及第124军 第60师等 现在怎么样了 到今天 13日 共军主力又将国军四个师 第199师 包围于薛恩之沙道河高罗麻洋地区 是林彪所部还是刘邓所部 宋西连电告 都有 都有 是 这怎么可能呢 就这样让我向总裁报告吗 我看这样吧 一 请刘副参谱长继续和宋西连联系 要搞清是林彪所部 还是刘邓的部队 啊 是 二 请毛厅长向总裁申命 不单单是严院长和顾总长 难以加以局面 就说张群吧 也是有负总裁的委托 请总裁速来山城坐镇 好 但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进攻宋西连所部 到底是共军的哪一部分 是 是 刘副参谱长 到 尽快跟宋西连联系 我要亲自过问 要是 可以 你 是 你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 仍然醉死不认的四两九千 顽固地认为 打开前东南大门的 不是我们第二叶战军 我看他蒋某人就要清醒喽 是啊 根据来自重庆的情报 西南长官公署最高长官张群 如坐震战 他不仅搞不清楚 是谁扣开了川东的大门 而且连宋西连残部 逃到什么地方 都说不清楚 我们的内线已经报告 宋西连及其残部 也已推到前江唐岩河边 我们有什么办法 把蒋某人调到重庆来 唯有尽快地歼灭宋西连残部 对啊 因为宋西连是蒋介石的爱将 我已电令陈西连协服制 命令第三兵团 必须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 在就地歼灭 被一流于川厄公路以东的国民党军后 立即向前江唐岩河发起猛攻啊 很好 宋西连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就在此地 一旦蒋某人知道他的爱将被俘 我想他在台湾就坐不住了 说句民心话吧 那就要看宋西连的阳寿了 嗯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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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思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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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嗯 czy 慢 嗯 报告 宋主任 大事不好了 刘邓大军已经赶到唐岩河 目前正在渡河 他们的先头部队离我们只有五六里路了 张大冠 您听到了吧 刘邓大军已经渡过了唐岩河 离我的指挥部只有五六里路了 那就快别讲了 赶紧向乌江撤退 是 这真是天降骑兵 张长官 您这是怎么了 你马上转告蒋总裁 就说刘邓大军已经渡过了唐岩河 相距宋西连的指挥部也就是五六里路了 张长官 您还是自己向总裁报告吧 我 可总裁他 已经从台北机场起飞了 好 好好好 在此贵阳危急 川东陷落 重庆垂危之际 政府岂能有主 党国存亡 细死恶青 与为革命历史 既民族仁格计 实不能不顺从重义 决心飞于 竭尽人世 明知其不可为 而在我 更不能不为也 至于生死存亡 尚富荣济户 乃决心飞于 尚弃执掌兵权的弟子 回头也 附近 严院长来电城 政务委员会已经决定 非得您亲自去重庆 才能够挽救危局 还有 据拜中喜来电城 林彪所步势不可挡 桂林不知破证 南宁也会相继陷落 这都是在 预料中的事 可我没想到的是 惊心不防的川东 和乾东两扇大门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被共军攻破了 没想到 父亲 你静儿所见 您会不会是中了 毛泽东的 生息激冬之计呢 胡说 金儿 你现在还不明白 父亲 绝不会再中他 毛泽东什么 生息激冬之计了 我已经 overwhelmed 作用一个 空级强 所以我最能做出 就一样 你也学了 你也认为 你们 自负的蒋某人 可你在这个棋盘上嘛 看看 我把鲸鱼祈祷的邓政伟也瞒过了 糟了 你把我这十几个棋子都吃光了 对啊 都吃光咯 不行 不行 邓政伟 你回答我 我们把蒋介石九十万人马都吃光了 他说不行还有用吗 那是没有用的了 这不就怼头了吗 刘司令人 邓政伟 杨勇通知发来点报 我武兵团第十六军 第四十六师138团的先头部队 于十一月十四日抵达贵阳锦礁 由于敌人弃城而逃 贵阳等于被我们解放了 好啊 杨勇同志还来点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立即电告杨勇同志 在川前敌军主力向前天边退却的情况下 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 依然是完成隔断宋西连的四个军 罗广文的三个军向云南的退却 并力求在长江南岸 歼灭敌人的作战任务 换句话说 继续完成主席交给我们的大运回大包围 最后把敌人消灭在四川的为大任务 报告 来自重庆内线的报告 蒋介石于今天下午四时许 非得擅成 刘司令啊 你说巧不巧 正当贵阳解放的时候 他蒋某人也飞到了重庆 是啊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蒋某人的到来 标志着我第二叶战军 已经胜利完成了毛主席制定的 升西基东的战略任务啊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我们从暗处走到了明处 与蒋某人公开的在大西南斗智斗勇了 对头对头 真是遗憾哦 我们看不到蒋某人下车一时雷霆大发的样子哦 那我们就在这里 一边想象一边为他加柴点火咯 桂阳棄手之后 吴正伦借口身体不适 回老家安顺养病去了 何少周呢 至于刘伯龙军长报告 他借口汇报军情 于日前离开部队来山城了 让他来借我 可是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来重庆了 这是为什么呢 你说说 据报告 他来重庆是虚 可是逃往香港是时 立即查到他的下落 并扣留他 部队就由副司令王伯勋代理指挥 恐怕他这会儿早已飞到香港去了 这是临阵脱逃 军法难容 是 不会处理的 刘伯龙现在什么地方 我刚收到他的报告 今天他又杀了民国元老卢涛 然后去车追赶部队去了 他又杀民国元老卢涛干什么 据他报告 卢涛发起组织维师会 公开号召市民欢迎贡军进入贵阳 杀得好 这可以起到已经效尤的作用 可是这样一来 势必会触怒前夕的人马 总裁 在此危难之时 私营固权大局为好 好了好了 得我清楚 通知病中的古正伦 让他节制刘伯龙的行为 是 总裁 下雨了 我们回无谈吧 这点小雨算什么 前方将士 哪一天不再风残露宿 甚至还要躺在明明的地上 我们的官员 尤其是高级官员 太阳尊处优了 是 这正是我们失败的原因 从西连现在何处 不清楚 这可是你 这个参谋总党的职责 是 我马上和他联系 今天务必要和他联系上 我要亲自和他通话 是 主席 总裁 坐 快进屋吧 既然真是 既然是 赢之谱 在排水里的想法 一定是 考虑 既然是 需要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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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别着急 你去上我去 我又不住了 下雨了 下雨了 行啊 那先走了 快点啊 别急 别急 上我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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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船了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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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让开护 别让你想发露水了 快 让开护 怕落水了 快 让开护 快 让开护 救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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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让开护 救人呐 赶快谁找菜啊 让开护 让开护 他来来来 救人呐 松手 你是当地的船夫吗 是 我家祖辈都在澎水码头讨生活 长官 若大的一个澎水码头 怎么就这么两条船呢 几十条船都被你们征用了 他们载着行李 还有官太太们开往下游去了 我怎么着 走 立即调工兵营前来驾桥